还有什么爱好吗 平时就是说自己赐一赐乐的时候 写一些小的诗啊什么之类的 屏幕上打出来的诗 你写的一首诗是吗 你给我们念一念好吗 好 中秋梦于圆 香香吃稳 未落瓦殿 悠悠菊鱼 阳焚已丝 肃木浮柳 水漆尖桥 狼亭虫颜应天青 片片滔滔 寄望阁 绿绿深深 蹦于圆 这是今年中秋你写的吗 这个是2018年中秋我写的 因为这个于圆 它是一个榆树林森林公园 然后它是有一个古典的建筑 然后它这个古典文化 然后和这个中秋的这个 相思摇怀情节 可以合在一起 然后创作出来的这么一首诗 这就挺有才华 肯定读了不少说 因为它写的那种文言文的诗 都不是咱们这种白话文了 挺有才情的一个小女子 过奖 听听我们老师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 我其实刚才看了你写的诗 包括你做的饭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才女 因为咱俩年龄相当嘛 就我跟你截然不同的一种类型 就我比较粗糙 然后你比较细腻 就很有才华 那其实我建议你读一些情感心理学的书 包括两性心理学的书 就是你要先了解男人的心理 然后再了解女人的心理 再反思自己以往的这个恋爱经历 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想的不一样 就是为什么我对她的预期都达不到 那我觉得你其实在幼年的时候 社会话没有做得很好 就你可能爸爸妈妈没有让你说 像我们小时候 你就去院里玩去吧 那会儿也没什么车 对吧 你就跟小朋友在院里也没有危险 就随便玩 街里街坊的 你可能不怎么出门 所以你看你的人际交往是有问题的 无论是跟同学 还是跟己任男朋友 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 可以想象到 可能是相对比较乖 老师比较喜欢 但是没有什么朋友 甚至有可能受到同学的排挤 而且你越有才华 就会越被排挤 所以我觉得您要先突破这一层 你要先学会人际交往 才能建立亲密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有手有脚 其实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用一些细节 来考验对方是否爱我 其实爱和这些细节没有关系 刚才你说了 说好像没有给你配一件外套 你就会认为这样一个小小的行为 就是不爱 我结婚三十年了 没有多配外套 所以我是觉得你不要考虑这些细节 那也许爸爸妈妈小的时候 对你而言可能是呵护有加 但是今天我们自己完全可以 比方说矫径 按说你这样的孩子不是矫情的人 但是你确确实实挺计较的 那也许是爸爸妈妈给你渗透了一些观念 就是你要找一个拿你当宝的 爱你的 是吧 然后你看就是一个没有去接你 然后呢你就跟人家捞到俩小时 你知道男性的这种说句心里话 他的耐性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别说俩小时了 我估计二十分钟就炸了 对吧 你有什么可说 因为你都是车谷的话 来回来去说 就是表达你这样的行为就是不爱我 你为什么这样 你是怎么想的 没什么想法 就是这么干了 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这是一个独立女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 好好 谢谢老师 我们所有男女嘉宾都已经灯台亮相了 她们之间会有牵手成功的吗 要不及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一号 你这聊得怎么样啊 我印象很不错 不错 你刚才做的选择下去跟她聊天了 放弃的见二号先生 现在后悔了吗 没后悔 那你是要献花了吗 是 来 也有请 掌声有请 来来来 我们请一号女士 来 也得表白一下 别打个花就伸给人家 那个昨天说 咱们就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我觉得咱俩的性格就觉得挺像的 然后就我呢 那生活当中呢 就是做一个就是暖男吧 然后就当然我肯定我能做到 我也很希望跟你进一步了解一下 好 恭喜两位签手成功 来签个手吧 好好相处啊 好好相处 你继续考公务员你支持吧 支持 好 二号先生 献花吗 我觉得刚才其实 这么二号二号的嘉宾其实也说得挺清楚 他自己需要的 想找那个未婚男士 然后他就先暂时不现了要么 我相信电视机前肯定有 喜欢你的那个他正在看着啊 希望赶紧和我们取得联系好吗 希望我们落单的两位啊 都能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也祝福我们牵手这一队 好好谈 加油啊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选择再会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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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